阿丁从中作梗 SHE姐妹情深嫌隙 离Selina与阿丁下月31日婚礼 已迈入倒数39天 今天一周刊却报导 日比Ella与好姐妹Selina的准老公阿丁产生嫌隙 到底大家是安全发生的呢 请继续关注下去 自从Selina遭活捧后 阿丁便成为她的保护者 最近有广州服饰商想找SHE代言 但华言考量Selina身体状况 希望对方先签下日比与Ella一年合约 Selina得等到复原才能合体代言 也就是请日比与Ella领导酬劳Selina得看状况分钱 阿丁很不爽向华言开炮 要求先帮Selina接下代言 华言只好投降说 那是SHE代言酬劳分三份 看到这大家应该好奇 Hebe跟Ella的戏份在哪 其实都是因为这首歌 这是Hebe以Selina为主角的新歌 当时她唱到快哭了 姐妹情声让人动容 但我希望我的歌到你心里面 在你心里面 阿丁受访也称赞这首歌 唱到心里面去 那个词跟曲写得非常好 看到那个就好像又想起 那90天的一些历程 所以很非常非常感动 如今却传阿丁不爽 Hibby消费Selina 有卦身正义使者 跑去找怀眼理论 又是一阵噼里啪啦 Hibby也跟着生气了 觉得阿丁莫名其妙 她知道这不是Selina 想法将矛头指向阿丁 认为是阿丁在挑拨离间 可能因此透过脸书泄愤说 你不是男孩 Hibby甚至不是人 Hibby也回复 连我牙方里的渣都不如 阿丁则针对报道内容 一连在微博回应四篇文章 自认识户Selina过头的恐怖分子 还说不会再开口 若必要会追相关人等说话 但这结告前只有华言表示 都是媒体揣测没有指名道姓 还说SHE姐妹情不变 Hibby跟Ella也会如其当Selina伴娘 但像有话必说 有冤也不会囤伴来的SHE 今天却反常都不愿回应 看来这新闻不尽然是空穴来风仪 苹果威乐新闻 奉劝阿丁要懂得放手报道